金融市长牛昌在疫情记者会上公布金融新增的三期确诊者足迹 其中一人是保险业务员 台北市松山护所确诊者及其配偶都是他的客户 两人曾在基隆一友人家中聚餐 金融市政府已经针对这位保险业务员匡列132人进行PCR筛检 并扩大匡列184人进行快筛 这三例大概都跟整个大台北生活圈的朋友的这个传播链有关 首先是案15538 那案15538 这一个是台北市昨天公布的这个指标个案 15515的一个接触者 那30多岁是富邦人寿的这个业务员 那案15515曾经在7月11号 跟这个案15538一同到我们基隆的 住在基隆的友人家中聚餐 那这个案1515呢 他在7月15号发病 7月17号确诊 那他是在7月18号呢 通知这个案15538 说他确诊了 那所以我们这个案1538 他自行去买了快筛的一个试剂来做检测 那是阳性 那他后来前进到医院去呢 进行PCR的一个裁检 之后确诊 因为烟花台风即将来袭 尼泽也宣布 第三轮公费疫苗预约施打日期 将从7月23号延后到7月25号再执行 提醒预约施打的民众注意 那这个烟花台风非常有可能直接朝着 东北部的这个海域 特别是基隆 那直扑而来 那所以我们预做了一些规划跟准备 也就是我们原本规划在23号跟24号 这个预约平台要施打疫苗的这个时段呢 因为台风的关系 我们取消 所以第三轮的疫苗施打的时间 改为原本的7月25 26 27 28 29这几天 所以也特别的这个提醒大家 金融市政府也决定在7月21号上午 召开扩大防台会议 在防疫的同时加强相关防台工作 以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其辰金融报道